一章是講到 聖了獸和獸像的人和七腕 這十五章二節就是我們開始講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讀十五章二節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參雜 有看見那些聖了獸和獸的象和並他明治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大家可能會聽過有些人說災前被提,有沒有聽過? 他們就覺得這裏就是被提了 這班人被提了,在天上,地上還在發生的事 但你留意那些字眼和時間 兩個字眼,一個是時間,一個是字眼 前面,在十四章十四節開始講到 講到人子 雲上有一位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面 手裡拿著快簾刀,將快簾刀櫻下來 所以這是審判的時候 在這個審判的時候 在審判的時候